不好意思啊 我表哥带我去医院 做了DNA穿刺检测 这孩子是我表哥的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看我脸上写了两个字 道歉 桌上也写了字 对不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把那个误会当个屁 所以忘了吧 行了 生气了 坐下吃饭 我就知道我们何亦菲 最大的问题 吃饭吧 牛肉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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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现在离婚了 明显也臭了 工作也没指望了 我只有你了 你再跟我分手 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刘老师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是我表哥跟我说 我以后再跟你是亲戚处的 你就把我推打车 那 那你跟他分手 你跟我再一会儿 你 毕竟 毕竟我们都有孩子了呀 不好意思啊 我表哥带我去医院做了DNA穿刺检测 这孩子是我表哥的 干嘛像是壁虎一样啊 坐下 来 我不这样 我听不清楚 你刚听见了吗 林昊说他现在一无所有了 活该 他本来就配不上你 吃饭 服务员 帮帮拿一份菜单 我要再点一份 你还要点啊 你饿几天了 我一高兴的时候胃口就好 你好 菜单 谢谢 我要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哦 香辣水煮牛小排 来 够了 林昊的这个跟头 你就这么高兴啊 对啊 我非常开心 我现在身心舒爽 你说我以前怎么瞎了眼 会看上这样的男人呢 你现在才知道 你看男人的眼光 你像不太好 也没有吧 我就是看错林昊一个人了呀 我还有那个网红张诚 张诚挺好的呀 好什么呀 我跟你说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最好离他远一点 那我问你啊 你 觉得我怎么样 你挺好的呀 英俊帅气 一表人才 博士大拿 咖啡大师 从内到外完美无瑕 放的人群里 都是闪闪发光那种 不容错过呀 专就这么好 对啊 你对你自己的认知 这么不全面吗 怎么样 我看来人眼光还挺准的吧 这么一说还不错 那你觉得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 适不适合做男朋友 和老公 不适合 为什么 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然后呢 女人也惦记 男人又盯着 在一起多没安全感 先别说长相了 那就是性格 那就是性格 你也不行 你高冷不爱说话 又有洁癖 要求又高 所以跟你在一起 压力会很大的 是不是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好 吃饭吧 什么梦 都是我爱吃的 别生气了 你不还有我们吗 别人爱怎么说 让你说去吧 大老四十回家 我嫌你 你还这么有钱啊 我不输你钱一销吧 还没问你吧 说两次你说 要买车 什么时候提车 咱们 去看看 是不是喝醉酒的人 走错房间了 网云那 黄远 我关住了 你是谁啊你 你关住了 你们是谁啊 你给我抽了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 你问床上那个女人 我是谁 说话 有胆量做 你没胆量认啊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黄远 你还有点良心吗 你说你想找个好工作 我托人让你去实习 你说你上班不方便 我给你买车 你想要什么 我都满足你 你倒好 在外面养个小狼狗 给我带这么大个绿帽子 你是不是当我蠢啊 不是 瑞姐 你等会儿 远远 你不是说 是你表哥通的关系 进的公司吗 还有 还有这车是你表哥送给你的吗 不是 他 我 大哥 他 他 你 不是 他是 黄云云 你耍我 你听我解释 我肚子比的孩子就是你的 你不算是我的儿子吗 你这个女人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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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四众人 你一批 别动手 别动手 哥哥 我的妈 还要干什么 你们俩看看 看看这个站在你们身边的男人 你们问问他 这屋子里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是他掏钱买的吗 都是我 都是我花钱买的 小秋 小文 你们俩今天 就帮我把整个屋子里的东西 全部都砸了 算是我送给这个王八蛋的分手礼物 林昊 我送你的分手礼物 你要听得见响 我们会会 小鬼 不要 阿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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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